夜深了,34岁的刘女士正疲惫的在钢琴前练习,她是一名失聪的钢琴家,通过振动来感受音乐的节奏,今天她特别疲惫,因为明天有一场重要的演出。 她坐在钢琴前,闭上眼睛,感受着手指在琴键上的振动,然而她内心的焦虑让她无法专注,她反复练习着同一段乐谱,却总觉得缺少了什么,突然她的手机震动起来,打断了她的练习,她拿起手机,看到一条简讯,是她的学生小方发来的,老师我们明天都会去看你的演出。 加油这条简讯让刘女士心头一暖,她想起了自己为什么开始学琴,为什么坚持到现在,她知道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艺术,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 第二天晚上,演出开始啦,刘女士走上舞台,深吸一口气,然后开始弹奏。 观众席上的小方和其他学生们,都静静地聆听,为她打气。 刘女士闭上眼睛,让手指在琴键上自由地舞动,她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,感受到了观众的支持,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她的情感,每一个战动都让她更加坚定。 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,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,刘女士站起来向观众鞠躬,她看到小方和其他学生们兴奋地挥手,心中充满了感激和骄傲。 这次演出让刘女士明白,音乐的力量不在于声音的大小,而在于心灵的共鸣,她用无声的音乐感动了每一位观众,也感动了自己。